欢迎你来到文倩的影响世界 我们今天要来访问一位很特别的女孩 她其实不算年轻 她开始有了白头发 但是她被人叫阿婆她很生气 某个程度来讲 她像很多刚刚开始创业的青年人 走到一个阶段以后 她会遇到瓶颈 遇到瓶颈之后呢 她的方式是什么方法 把自己闯得更大 她充满了创意 在中国大陆的上海 在那个地方摊头堡上 成立了一家叫做文字大药房 这个听起来就很有创意吧 什么叫文字大药房呢 比如说 她的手工肥皂上面是有字的 我也不太知道 她的手工肥皂 她的字是怎么挑选 可是她在那个区域里头 都是手工肥皂 她不是告诉你只有手工 她让那上面成为一个文字 如果我们合理来讲 其实中国的象形文字本身 它就是代表一种意念 它不只是一个拼音 然后你要透过这个拼音 才去想象它的意义 它的文字本身就代表了 一种艺术 一种意念 然后从这一点开始 它把我们所熟悉的 不管是成品书店里头的文创 或是日本东京 鸟屋书店里头的文创 它把它重新的做了新的创意 换句话说呢 现在大家能够抄袭的就是成品 后来大家再抄袭的就是鸟屋 然后鸟屋呢 可能在卖一个烹饪机 旁边就是一些跟烹饪有关的书籍 那它很会做一些设计的东西 成品的话呢 就把成品设计的很好 让人觉得在里头读书 24小时或是没有24小时 可是你也觉得买书 是一个比去百货公司 更加让你疗愈的事情 好了 那我们今天现场要访问的叫 陈诗玉 陈诗玉以前是台湾的 左脑形象的创办人 当时他所做的在高雄的黄色小鸭 轰动了 不是高雄 是全台湾 也很奇怪 经过他手中的黄色小鸭 就很欢迎 后来不是他别人所做的鸭子就爆掉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之后呢 他也在台北做了一个熊猫快闪 那个熊猫快闪呢 你都没有去过啊 你去人家在东汉南路快闪 也在两厅院快闪 当他当时在国家剧院快闪的时候 还登上了美国的时代杂志 那做了很多的行销活动 他也帮很多银行 重要的大企业 他做的都叫公益行销 所以他跟一般广告公司所做的就切出来很不一样 因为广告公司做的商业行销 很多可能是办活动 那但是这个活动本身 不会带来那个企业加分的形象 那现在已经沦落到用网军 变成叫做广告公司的行销 但陈世玉所做的行销 叫左脑行销 保证第一没有网军 第二他帮你做很多公益行销 也就是你鼓励这些企业 当你想要做一些增加企业形象的广告的时候 请你不要只是花钱去做广告 你可不可以来做一些公益 而当你做这个公益的时候 你这样的企业会增加形象 这是陈世玉过去十年来做的事情 然后他现在给人生一个大突破 去了上海开了文字大药房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回来访问陈世玉 阿玉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 你这样开口听起来不像一个好的创业界 再讲一下 刚刚那个文贤说我是女孩的时候 还开心一下 但马上又说我是婆婆 嗨大家好 我叫阿玉 好我们来听一首音乐 这首音乐呢 送给阿玉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谢谢你回到文贤理想世界 我们现场访问的是陈世玉 那我刚才叫她是一个阿玉小妹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真才二十几岁 当时是台大城乡所 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也蛮爱搞抗争的 然后她曾经抗争到 她觉得杀猪是要有人到的 所以在半夜的时候 我还跟着她去看载猪场 很难忘 当时她是朱慧良的助理 后来运气很好 当我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阿玉愿意帮我的忙 谢谢你 谢谢你 干嘛 没有没有 很不好意思 因为讲到杀猪突然 然后我觉得很好笑 很想笑 然后呢 又很荒唐那一次 对 对啊 谢谢你来做我的助理 因为后来看到你说的表现 你虽然太出色了 没有没有 我也很谢谢 我那时候 现在回想年轻时候 最难忘的时候 就在文贤那时候当主理 我们干嘛一直这样子 彼此去 那你要讲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经验 对我来说是 我年轻时候最难忘的经验 为什么 因为文贤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 而且其实是追不上 因为文贤太聪明了 所以其实那时候 就会一直不想要输这样 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工作的时候 其实当下应该蛮痛苦的 我觉得 但是事后回想 我觉得对我人生最有记忆的 或是觉得最有累积的时候 就是那几年 所以我会觉得 那时候所有的基本功 都是要在那时候练就的 包括 我也很严厉吗 我只有跟你说 你的资料 这个可能不够周全 没有 这个我觉得都 那个标准 我觉得 其实是让自己在做事的时候 的事业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其实那时候你 我又没叫你罚站 又没叫你不准吃饭 我又没叫你不准下班 我有对你什么严厉 不是啊 你都是说 三十分钟后 把这些资料给我 那时候我们在做SARS的时候 就说赶快给我 全台湾现在 所有 N95口罩 每一个教学医院的数量 好三十分钟给我 我要来看一下这样 我想说三十分钟怎么可能 我现在去哪里找人啊 对 可是我觉得 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所以就是会想到 各式各样的方法 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觉得有一种毅力 跟我觉得其实是磨练 所以我觉得 我出来创业的时候 我觉得标准就跟人家 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我可能跟你要N95 因为当时只有N95 可以防SARS嘛 那我会叫你三十分钟 一定是 不是说我无聊的 要给你三十分钟 是三十分钟之后 我要咨询那个卫生署署长 这样对吗 对 所以那时候就说 文千这不可能 然后文千电话就挂掉了 然后之后大家开始想办法 说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好 我们来分一下 就是我觉得他就会想到 一个解决的方法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 以前在做事的时候 可能你会有很多理由 你每次在做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你会就是会想到借口嘛 就觉得这不可能 那不可能 可是我在文千这边工作 就练就一件事 包括我现在跟同事讲 就是先不要跟我说不 你可以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可能方法 譬如说 我们现在在做很多公益活动 想要去找阿妹啊 大家都说哪有可能 他这么贵 可是为什么不可能 打通电话给他会怎样呢 也许今天做这个议题 他觉得很有兴趣 他也愿意来帮忙 或是来参与 对 可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做事就会自我受限 所以我觉得在文千这边 学到就是 所有事都有可能 不要自我受限 所以我觉得 其实会蛮不一样的 把你跟我现在变年轻 可能吗 我也很想 搞不好 不一定哦 好 我们去你的文字大药房 是有可能的 我们先从你卖手工肥皂 因为大家对手工肥皂 很熟悉 他们也有手工肥皂的风潮 大大树人谈的 就是说我纯粹手工 第二个就是 我所使用的 都是organic油机的 那第三个就是 我用的可能是马赛的 或是皇帝的配方 里头有多少橄榄油 有多少芳香的调法 但你加了 第一个是加了文字 你现在我看到 你这个叫 有意思的好东西 商品介绍里头 比如说你这个区 你放手工肥皂的区域 叫什么区域 因为其实文字大药房是这样 我们其实是字句 剧书组成了一个新的IP 我们希望在现在 大家都在看视频的时代 其实回到文字 最根本的力量 其实文字我觉得 还是最有感的 然后它其实是充满想象力的 所以其实想要用文字 来疗愈现代的人 然后因为现代的人 其实都很浮躁 那有时候 其实你看一句诗 其实就可以安定自己很多 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 在去筹划这个品牌的时候 是用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整个空间里面 就是三个元 是字句书 有字 有句子 有书这样子 字句书 好那你放手工肥皂 那个区 它就是字 对 然后我这一区叫做 就是自肥皂的一个区域 然后我们其实 所有的产品 一个去研发产品的概念 就在生活上面可以用得到 可以跟文字结合的一个产品 然后它下感很特别 不只是跟文字结合 比如说它这个里头 它卖的手工肥皂 叫熬 熬夜的熬 梦 梦想的梦 想也有一个想字 然后想的是有点红色 又有点好像一个印章 OK 然后飞 飞有点灰灰的 似乎飞不起来 你跟我爱喜乐泪流泪 而且泪还两个 所以可见现代人需要眼泪 真就是很真 好 美好的 好 苦 苦是欧欲的 OK 平时很有质感的那种灰色 像无影良品的灰色 泪是另外一种很累的灰色 不像苦那么黑灰 可是是有一点像那个 现代建筑感有点前卫性的 可是阿玉你除了在上面刻了字类 而且字刻的很漂亮 这一定有它的字体之外 好像你的手工肥皂本身 就是在解决泪这个问题 对不对 其实我们有几个字 像苦泪瓶三个字 其实因为我们本身 有在做一个彩字计划 来文字大方的人 都会被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用一个字 形容现在的你 你会用什么字 好 然后 我说好 你说好 真的不会后悔吧 好就是好 好 对 然后呢 这个字为什么会做苦泪瓶 因为我们去年 在一整年问了一万多个年轻人 90后的人 大概前十名的字 都是负面的字 所以其实我出苦泪瓶这个字 其实向90后致敬 然后我们希望他可以洗掉苦 洗掉泪 洗掉瓶 所以其实在这个肥皂 除了这三个字之外 其实我们找了一个中医师 然后就来想说 怎么把你的泪洗掉 因为其实每一天 我们洗澡的时候 都是跟人跟自己最亲密的 那十分钟的时光 所以泪 其实就有中医师的配方 比如说怎么把泪洗掉的配方 然后在 他放啥 他有放爱草迷迭香等等 就是会把泪洗掉的东西 我要一个 对好 其实我觉得泪真的洗完之后 每次我洗完泪的时候 都会觉得 好像皮道有消除一点 然后我们找了一个方疗师 他就会调泪的味道 怎么样闻起来 让你会舒缓 所以其实这个成分 其实就是找了一个中医师 跟一个方疗师调的 然后在油脂的部分 因为我们 你也知道很在意环保 所以我们也没有加棕榈油 所以我们其实都是用 有机的油脂 比如说都是用粗大橄榄油 用比较好的油去加 所以其实这个肥皂 又是手工打造 又是阳科 所以它是每一个 就是一块一块做出来的 然后因为这个 很容易脱模的时候 自就裂 因为我所有的肥皂 都是繁体质 不是减体质 全部都繁体质 像类的笔画这么多 所以呢 它要冷冻负40度 去再脱模 然后再去让它 收成40天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繁琐的一个工艺 但是呢 我之前很无知 我觉得反正就做个手工皂 什么难的 全世界不都在做手工皂 结果一做 研发这个产品 花一年的时间 结果它做完了 它又累 钱又烧光又平 然后又非常的苦 然后就流下了很多眼泪 对不对 然后这眼泪其实是特别 我们是用了眼泪 其实是这一款 所有肥皂里面洗脸的 它叫以泪洗面罩 以泪洗面罩 它是洗脸的 对 所以它叫以泪洗面 所以叫以泪洗面罩 然后我们有出两个 不同的款式这样 一个是比较滋润的 一个是比较清洁的 对 然后像这个熬字呢 其实熬这个字 其实我们是在贵州 有个小村 它就是一个长寿的村 瑶竹不是很喜欢泡瑶玉吗 我就把那个秘方 瑶竹泡什么 瑶玉 瑶玉 然后他们每个人都很长寿 他就每天就是一堆药草 然后煮水 然后泡澡嘛 然后我就把这个药 难怪你的老师 下注就老师在那里跪婚 那后来是不是娶了 那里的女人当老婆 对 我们要是在那边 讲他的秘密嘛 当然 他还在元山饭店请饭 请吃客 对对对 他是个美女 对对对 好 瑶 你的老师下注就OK 所以他就瑶玉 就是把瑶竹的人 洗澡的秘方 放到这个熬 其实就是一直熬中药嘛 所以我其实就是 在那个小村里面 跟那个人合作 所以把他的药草 他去山里帮我采药 然后帮我熬成药水 然后把他放到这块肥皂 那其实熬也是很多 现在年轻人的心情 因为大家都在熬 其实现在可能 大家经济压力 生活压力都很大 所以出这个字 其实也是 今年在大家选的字里面 我们不是那个 财字计划里面 其实很多人都是选凹 就是大家其实过得 并不是那么开心 这样子 所以我到底洗澡 要用你的泪 还是用你的凹 还是 看你什么心情啊 因为我觉得洗负面肥皂 那时候自己就觉得 自己也很酷嘛 你知道选这些负面肥皂 当然很多老人家 就跟我说 这根本就卖不出去 谁要买瓶啊 贫穷的瓶各位 然后我就觉得 不会啊 就把瓶洗掉 我有一次自己回家洗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 因为你知道全身 都没有穿衣服 然后拿那个瓶制洗 感觉真的蛮差 就有种一瓶如洗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后来想想 其实负面肥 还是蛮有力量的 就是洗苦或洗累 它跟正面肥 譬如我洗乐的时候 就比较理所当然 可是我觉得负面肥 其实会跟人 心里产生一些作用 这样 真的吗 我看到瓶这个字 我想到的 可能跟我的年龄 跟我并不贫穷有关 当然的 我想到的瓶就是说 well 我也走到了许许多的事情 慢慢截然一身的状况 你知道瓶 我们的诠释是什么吗 因为我的包装 其实就是字句书 对 就是瓶 然后泪 然后就会有一句 一句话 全是然后包成一本书 然后我的瓶 就是至少还有 截然一身的勇气 你知道我真的 很有默契吧 没有错 泪叫做走过的每一步 都会被生活回应 其实不对吗 你走过的每一步 生活 都会被生活掏空吗 走过的每一步 都会被生活掏空 是赶快洗洗这样子 进广告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陈诗玉 他充满了创意 这个创意里头 是他看到了汉字 以前台湾曾经 判过叫汉字节 顶多把它变成衣服来穿 或者是董扬兹的书法 把它跟跨界领域的合作 就是他现在手工相造 而且他把手工相造以后的 中医 方疗 以及少数民族的草药 结合在一起 这个太迷人了 然后里头 结合了字之外 结合了句子 美好的句子 然后还有书籍 我们刚刚介绍光是手工肥皂这件事情 OK 他当然很傻了 他以为很简单 全是都在做 结果他就做到 熬到自己快要挂掉了 你怎么没有挂 所以大家都很需要挂 我钱都快烧光了 对 所以你搞不好弄个字叫做挂 看应该放什么这样子 而且挂还有那种普挂的意思 多好 对 搞不好去生产 一个新产品叫做挂 你看 然后你就写了英文叫Summer 最小的火都会等到沸腾 然后旁边有一句英文字 然后下面最重要是你的配方 这个手工肥皂的配方 我看有 你念一下好不好 但是因为这是写中药包 煮水跟中药包打粉 是因为这个配方 我们是有点不太能把 里面所有的成分公开 因为它有三十几种药草 因为熬这个字 是来自于在贵州 摇株的一个小村落 然后他们其实去采了 高山的药草 放在这里面 所以你们试试在里头 是有配方 秘密配方的 对 那旁边写花梨木 月桂叶 白的玉兰叶 这是味道的部分 因为我们每个字 都有一个中药的汉方的配方 然后也有一个 所谓这个字的味道 譬如说熬就会有熬的味道 那我们就跟方老师讨论 譬如说我调香就调了三个月 因为方老师又来调 说好 你们讲一下熬是什么感觉 可是像你这个人 我觉得你很有创意 很有动力 可是你向来就不是有美感 而且全身都很邋遢 你怎么跟方老师讨论问题 所以方老师常常问我 我有别的partner好不好 我负责是策略 我有别的partner 所以我每次在讨味道 说不要问我 因为方老师问我说 你觉得这味道不对 那你觉得要加什么 我说我怎么知道要加什么呢 我又不是 我只养猫 我只知道猫的味道 我也不是什么方条 或是药草专家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有趣的啦 譬如说我们在讲梦 也是一样 梦有些是自己来的 有些是要去追的 这个真的写好 这是你自己写的马语 我们光想这些话 大概又讨论了两个月吧 你看很浪费时间 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 我常常就会被我的投资人骂 说你们这样搞这个 谁会在意呢 可是我们很在意啊 你讨论了两个月 没有就是一直改这些字句嘛 就是我们就觉得很斟酌 这些字句 字要怎么写 然后就会一直想啊 然后就觉得感觉又不对啊 因为其实要去诠释一个字 很不容易 那这个诠释 其实我要给方老师看 他怎么定义这个梦 他才能去挑这个味道 有些是自己来的 有些是要去追的 所以你这个非常励志 因为我们现在在文字道坊里面 我们希望所有 即使是负面字 也是一个正面导向 这样子 所以我看这条 什么洛神花水 柚子 兰姆 你连酒都放了 对 Lime 你是放Lime 柠檬一样的Lime 对 他其实放非常多的 有基金 有的成分 台湾的檀香等等 有很多东西 甜橙 最后叫柠檬 他味道很特别 对 他其实有点小名 有点甜美这样子 如果是我写 我就会说 尽管他是难克一梦 你仍然会感觉快乐 我早知道 之前就先找你了 对 我可以两个小时帮你写完 你以后比较有效力 你下一个挂 那些都给我写好了 就是条件是 你要把它先给我用 下一个 好 想 念头 成了影 荡出 涟漪 这样子 嗯 这不错 嗯 然后再来就是 Burness Cool 在甜美来临时 总会上演的前戏 这个才写得太好了 这是不错 在甜美来临前 甜美总会上演的前戏 甜美来临时 总会上演的前戏 哎呀 苦 你应该写说苦 巧克力越苦的越贵 对 它是黑的 苦是黑的 对 苦是黑的 巧克力越苦的越贵 OK 品 至少还有 其然一生的勇气 这我们刚刚两边的 突然就 蒙上了 最重要是它里头的成分 你可以念一下吗 你的字实在太小了 它有加货香 一加艾草 一加燕麦粉 然后它其实是花梨木 加白玉兰 叶加甜橙 加红玉兰 所以它其实味道 是非常美的一个味道 它不是一个很贫穷的味道 它很pure 你这种搞法 你不会破产吗 会啊 现在快要了 再下一个 乐 Joy 为生活 奏起的心动 所以这是现在唯一 你当你觉得你快垮了 你会不会在你将来洗澡的时候 把你自己家 变成一个中药房 今天洗累 明天写瓶 后来说没关系 我要撑下去 我要洗 我现在浴缸旁边就有很多字 苦累瓶都有 还有乐 还有梦 都要吗 对 还有熬 我真的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很多人买手工肥皂 就是我这块用完了 我再用下一个 可是你的手工肥皂 上面因为有字 而且每个是不同的味道 那些不同味道 刚好你很累的时候 你要去洗 你很需要梦的时候 你需要去洗它 你觉得你真的需要 一种鼓励的时刻 你就需要一个梦 所以他可能一次需要买 11个12个你的手工肥皂 然后同时摆在边 就会跑出一个新的产品 就不是肥皂盒一个 就必须需要一个肥皂柜 那请问你有卖这个 有卖这个东西 目前还没有 赶快做 你就是卖一个 卖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像Dreamy像的竹台 我其实自己有去乱搞一个东西 你知道吗 什么 你那个现在在那种 有些店里面 他们会有那种 给人家放小蜡烛 点火的小蜡烛 那样的一个竹台 它可能会有 加起来可以放20个左右 或是12个也有的 然后就让你放很多小蜡烛 那不是就放在旁边吗 它是金属做的 那我就在上面放 我各种不同的肥皂 看我当年心情 要洗哪一个 我们只有出单块的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 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每天写是会挑一块我喜欢的 那你就如果这样的话 就摆在那里 所以我就每次 他们都怎么会有种神经病 可是他就小蜡烛 你看下一个 Joy Joy的下一个 你 这是我们情人节会出的 就是出你跟我 有你有我 在我心里 这样 然后me 就变成在你眼里 这好恶心 这是谁想出来的 一定不是你 对 我没有 我可能写不出来 不一定 我现在年纪大了 有转性了 开始懂得爱情这件事情 我以为你是懂得累 好 文字大药法 阿宇你刚刚提到就说 其实过去这十年 当你们在做左脑行销 你前面其实年轻的时候 因为你不幸进了承乡所 所以就开始变成抗争青年 然后有一点左派想法 然后就带人去杀猪场 屠宰场 半夜十二点多 哎呀 我还滑倒 我觉得最入场 对对对 全身都是猪味 猪粪分味道 印象很深刻 之后 你担任过我的立委 然后小段时间在媒体 然后你就开始去创业 那刚才创业的时候 其实也蛮辛苦 后来大家都觉得你创业很棒 都觉得你很不错 那可是那个时候 你也希望能够做一些案子 因为你的关系 我第一次看到了 那个时候明太祖 还有那个时候 南京京陵城的一些风景 当时你们想做一个project 总之你试了很多project 有些未必最后会成一个案子 但是你也就做好了非常多成功的事情 像我刚刚讲的黄色小鸭 因为你的眼光 你跟那个国际大师之间的联系 诚信等等 那后来其他人想模仿你 所以他们的鸭子 因为没有找这位艺术大师 所以他不知道这里头不是去做个鸭子 就有其他的功发 所以他们的鸭子就扁了破了 或者很丑这样 就没有那么可爱受欢迎 那可是你也累积这么多年 其实很辛苦的钱 是 那你一次投到上海去 那个地点不便宜 对 然后现在是一个淘宝网的时代 所以逆风而行 你有没有写逆 有没有写逆 没有逆 加一个 逆不错 加一个 我今天帮你加了一个挂 我快挂了 赶快洗一个就活了 可以第二个叫活 第三个叫逆 多想一些字 然后这里头很多药草 其实可以去思考 对不对 太好玩了 突然它变成一个 你最好搞一个像那个字典一样 对不对 我们还可以帮大家克制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做的字 其实我们是可以帮忙大家克制 你这样会破产 这样会破产 对不对 对对对 不可以克制 好 你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做成一个像礼盒 这个礼盒呢 它可以放12个 对 因为12个是一个吉祥 是一年的循环 那一年的节气也是12个 那你也可以想以节气来看 这个节气应该写什么 那节气写什么 然后对身体是什么 这是养生 这个点子很棒 我今天就一直来跟你聊 然后偷一些你的点子回去 不是偷 就是我很乐意 乐意帮助一个有理想又可爱 又快要破产的创业家 虽然他有点像 有点白头发了 不是蛮多白头发 其实我觉得做 因为我自己创业这十年 因为我们都在做乙方 那其实乙方的工作 一百人听不懂乙方 讲点白话文 乙方就是 我们其实是在做agency的 然后我们很多客户 所以其实都在帮客户完成 他的梦想 我们不是卖我们的梦想给客户 是帮客户完成梦想 其实我后来创业就有这个领悟 可是一直很多想做的事情 就像我说 我其实从小就想要当作家 虽然我没有 现在文笔也很不好 因为也没在练笔 然后很想要安安静静的看书 其实现在没有什么很多时间 但是就想要去做一个 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 而且因为我们是老派的人 我现在还是觉得要拿书 比较有安全感 我也没办法去看很多 只有视频的东西 然后像现在这么快速的时代 我觉得文字还是会回到 自己最心里那个最真的地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我可以从文字里面 去找到有趣的事情 你旁边也摆书吗 摆什么样的书 字 其实我们很多 对书 其实我们很多策划 其实我们的书 当然跟一般书店是不一样 不是纯粹什么来说 我们就很多的策划 譬如说我们最近在策划 就是荒岛的书 荒岛书单 就是如果你去荒岛 会带什么书 那我们就会找很多名人来推荐 然后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个 盲书的策划 所谓盲书就是 大家现在买书 都可能会看排行榜 或是看自己的喜好 像我可能很爱看小说 或是我很爱看一些 经典文学 那我就会一直往这边方面去看 有些书我就触及不到 那我们有个策划就是盲书 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 不同的主题 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什么叫盲书 就是把书全部盖起来 只从里面找一句话 那你喜欢这句话 你就把它买回去 那这里头就会有历史啊 有小说啊 有经典文学啊 可能有漫画也有诗谱啊 还有各式各样的书 我们就会有 譬如说我们这次 有跟一个书店合作 我们做孤独的主题 所以跟孤独有关所有的书 那你可能买回去是一个诗谱啊 就一个人教你怎么做菜这样子 可是我们就是把书全部封起来 你会看不到书的装真 也看不到作者 也看不到书名 可是你就会从里面我们会挑一句话 你喜欢那句话就把它带走 那其实呢 就把它包得像礼物一样这样子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会有这样策划 所以我们有一大面墙都是各式各样的书 可是是没有说明的书 那你可以找一句话 你就回到书最根本 那个文字的本质 你喜欢把它带走 然后你打开就会有惊喜 也许它会带你到一个 你去不到的地方 如果你去一个荒岛 你会想要什么样的一本书 听你的广告 我们回来访问程诗宇 还有各位亲生朋友 你自己也想一下 你的答案是什么 谢谢你回答文献理想世界 程诗宇在我们的现场 上海文字大药房 在他的策划里头 他把毕生所有的积蓄都砸了 然后现在晚上不能够睡觉 告诉我在哪里可以吗 在上海什么地方 上海在幸福里攀移路上幸福里的一个小文创园区 什么叫幸福里 你讲的 在幸福里的文字大药房 对 但是他们要 他的 他的那个 靠近附近有什么东西 他的地方就叫幸福里 他的那个小的文创园区就叫幸福里 所以你只要 他在靠近上海的 在浦西 在浦西 在交通大学附近 在攀移路上 对 讲点白话 谢谢 然后他的文字大药房 其实刚开始呢 我觉得他的logo设计的很棒 一logo看起来 他真的很像药房 然后那个文字看起来像中药房的字 所以我觉得你们logo就设计的非常棒 用字 为你疗伤 一进去 你要找一味药 看一本书 问一个难题 抽一首诗 写 一个字 所以我到了进去里头 有很多都可以体验 我们从字句书开始 其实都会安排一个 有点像是展览的空间 其实我把整个展览跟产品的体验 把它融为一体这样 那我希望其实大家来感受到 文字的创意跟魅力 所以进来的时候 他可以 我们会有一个问诊区 就是问你现在有什么病症 那我整个大药柜上面 大概有80种病症 譬如说拖延症 或是公主病 什么旅行重度上 就现在年轻人时下 有所有的病症 我妈有公主病 老的也会有 老的也会有公主病 对 那你就可以去抽一个钱 然后我们就会抽一张钱 那他就会有 对应这个病症的句子 那可能是自嘲的 可能是鼓励的 可能是幽默的 他会有很多不同的话回应 所以大家就可以抽签 他不是喝一杯茶 喝咖啡没有茶 好 那应该喝什么咖啡呢 比如说 对 然后我们其实在 除了抽签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问诊区 就写问诊单 然后你可以把自己的病症 写起来 然后会有医生来帮你回应 所以医生就是 当然就是我们 就大家会帮你回应 我们会贴在那边给大家展示 所以很多人就会 帮你去回应你的病症 这样 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个 有趣的线上跟线下的互动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在 公众号上面 或在FB上面 或是在用直播的方式回应 譬如说 那个住在杨明山的文倩小姐 她的病症是什么 然后可能给她一些建议 这样子 搞太多 对 然后另外 其实我们也有咖啡 那其实咖啡跟肥皂不太一样 肥皂是用字 咖啡是用词 那我们用词字 找人生的对比字 因为其实人生 很多时候都是选择 譬如说理想跟现实之间 伟大跟渺小之间 温柔跟残酷之间 平凡跟璀璨之间 所以我们其实找了咖啡师 去调这些 在人生中 很多时候需要选择的 对比的味道 所以我看到你一个叫 伟大 对 渺小之间 那是一种咖啡 伟大是一个咖啡 就是 它是一个特别的咖啡 一个特别 由咖啡师去调的咖啡 然后他就问你说 伟大是什么味道 然后我们就觉得 伟大人其实都比较苦 所以其实伟大 是我十款包装里面 最苦的咖啡 这是 就是刮包 就是理想跟现实 然后伟大跟渺小 然后有温柔跟残酷 譬如说残酷喝起来 就很残酷 残酷 我的咖啡师 就把它加了一点点 干辣椒 所以喝起来很残酷 我自己觉得 对很残酷 对 那可是 譬如说来的客人 其实都很想要 尝温柔的味道 这样子 所以他就会去尝温柔的味道 那我们 未来会把咖啡跟酒 什么人要去喝残酷的咖啡 那个人是有 不会有很多人很想试啊 就想要知道残酷是什么味道 所以其实我们 每一个不同的词 都找一个咖啡师 去调味道这样子 我想要喝平凡 平凡是真的蛮平凡的 就是很温润的味道啊 它其实就是 哥伦比亚加瓜地马拉 它其实我们每一个咖啡 都是用平配的方式去做的 它就有点微酸微苦 可是喝起来 不会特别酸 也不会特别苦这样 那我们其实是把这些制衣 去做咖啡 去做调配 那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会去翻这些字 想说今天早上 适合什么心情 所以我早上起来 都都蛮常喝渺小的 然后下午很累的时候 都喝现实 譬如说跟客户开完会 晚上的时候就 就给自己壮胆 就写喝伟大 因为要不一天 要跑三点半 对对对 所以它变成一个礼盒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礼盒 然后每个 里头都有挂尔式的咖啡 对然后我们还有杯子这样子 那你可以在现场品尝吗 可以可以在现场品尝 我们现场玩 那我们其实也跟酒 有做合作这样子 应该是说 其实咖啡会让你清醒 酒会让你醉 所以呢我们 前阵子我们做了一个尝试 就是把这些咖啡的味道 做成一个冰球 譬如说把温柔 做成一个大的圆的冰球 然后就加红酒 所以这就是一杯温柔的红酒 它就是一个半醉又半醒的 一个调的新的饮料这样子 那很大的威士忌 可能渺小的啤酒 喝起来其实一点都不为何 非常好喝 对但是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你把温柔的一个冰 做成冰球 温柔的咖啡做成冰球 温柔的咖啡做成冰球 然后丢到威士忌里头去 对或是红酒或是啤酒 或是红酒或是啤酒 对 然后喝出来是什么味道 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在做这个尝试的时候 也会觉得很可能会不会很怪 可是其实因为刚好酒都是苦的 咖啡是苦的 然后其实咖啡苦还有一点点甘甜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放红酒会不会有点什么 会不会有点违和 其实不会 它就会有 就是让整个红酒除了葡萄香味 又有一点淡淡的咖啡的香味 所以很多人是在这里买礼盒吗 那是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 也体验喝酒跟咖啡吗 对 好 你现场放什么音乐 现场啊 对 这个问题非常好 其实我们讲这个问题也想了非常久 就是现场是什么音乐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 之前想说 放古典乐是不是适合 不对 对 我觉得你们应该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去点一个叫做 你讲了温柔 加了威士忌 那 有一个方法放一首歌叫 当爱已成为往事 Yes 你懂意思吗 有有 是是是是 你们应该有一个像那种很大的音乐档案 用iPad去做 有有有 然后你就 这个DJ就刚好放着说 这首歌送给我们在座的某一个客人 然后他就会觉得他来这里 他很被了解 所以他喝的时候听到的是送给他的音乐 因为有一个人点了一个温柔的咖啡冰球 加了红酒 这首歌特别送给他 他会觉得他来这里 很特别 然后他可能 你就说 如果你想要看有一本书籍的话 那里有一些诗句 那你就是 你不要像推销 一直推他说 买这本书买这本书 可是你就可能念一首诗句给他 所以你们其实要有一个 不是只有在给人家做什么 为什么疾病的人 就有一个人 他是把他所挑选的东西 如何加上音乐 然后建议他 他可能可以去看什么书 他不买就算了 但是现场的人听一句诗句 就很棒嘛 对不对 我现在的建议很好 因为我们其实刚好也有文字大方的歌单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按照我们里面的内容 去选了非常多的歌单 当然都是中文歌比较多啦 然后我觉得他有各式各样不同风格 比较有情感的歌这样 所以其实的确是 然后因为我觉得在那边 其实我在那边静静体验也好 无论你是看书也好 喝一杯咖啡也好 我觉得那个音乐 其实是会跟自己的心 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跟互动 对而且你放一首 当爱已成为往事 这可能是某一个A版本 是李宗盛跟李一连唱的 你其实很容易可以在音乐里 找到有人用小提琴演奏的 他就变成演奏版 所以他就有好几个 那个音乐就会流传一段时间 这种感觉很好 你赶快回来台湾开店吧 有我们明年预计 想要在迪化街开一家 迪化街啊 迪化街都是药行啊 你看所以刚好我的药行 也可以去迪化街 OK 恭喜 谢谢